我是于文文 不加班不等于摆烂 作为一名守护和平的锦衣卫 来到姐姐妹妹俱乐部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本神探不加班 也是可以守护百姓的 大人 咱们这个案子 终于有一点眉目了 好 不愧是锦衣卫 公公我没白疼你们 终于 可以赶在陛下的限期之内破案了 可是大人 这案子今天结恐怕是有点来不及啊 你也知道这是个冤案嘛 若是再能给我一天 就有一天的时间 我一定能将犯人缉拿归案 还时间一个清白 拜托了大人 好吧 我就用我头上的乌纱 向圣上担保一天 不过 一天之内 你要是不能破案 我这乌纱 可就不保了 多谢大人 兄弟们 在 大人刚刚又多给了我一天时间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下班 下班 别动 下班 那这冤案呢 我告诉你们 这冤案可不是一般的冤案呀 那是错综复杂的 你们得上点心 如果不能现实破案 咱们这人头就得落地了 对对对 兄弟们 在 在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案 你们都得给我精神点 是 如此可教了 明天早上九点 别迟到啊 哎 站住 你不是时间来不及了吗 我不是都要一天吗 你 你要 要一天就为了朝九晚五 啊 啊 啊 那够厉害你 你倒是加班破案呐 哎 大人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是了解我的能力的 我要是今天晚上通宵加班的话 我是肯定能破案的 呦 你这么有能力 我就加个班破个案呐 那 有加班费吗 哈哈 加班费啊 哎呦 这个 这个暂时 嗯 没有 加班没有加班费 那是违反劳动法的呀 我身为一名锦衣卫 我不能 知法犯法呀大人 到此 哎 兄弟们呀 今天晚上 咱们去哪儿喝点 去那个新花楼喝呗 不醉不归 你们 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哎呀 瞧我这脑袋 叫一辆商务马车 大人得跟咱一块儿去呀 这家里是你呀 锦衣卫 到 上 立正 作为一名锦衣卫 你们上岗第一天宣的事业还记得吗 记得 背 守护百姓 守护百姓 打击罪恶 打击罪恶 永不延弃 永不延弃 不怕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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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不怕加班有这么难说是吗 哎呀 是挺难说的 但是第一句守护百姓 我说的是特别的坚定 哎呦 你要是这么有能力守护百姓 你倒是把真凶缉拿归案呢 放心吧大人 我一定会把真凶缉拿归案 还世间一个清白的 这才有锦衣卫的样子吗 在明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法定工作时间 哎呦 哎呦 你简直是油盐不尽的你 哎 行行行 大人 这样 你我 各退一步 我 堂堂四平 我跟你各退一步 这样 我 退三步 一 二 三 你给我站住 就你这么退步 咱们衙门的执法水平 那就真退步了 这个案子 它不是一般的案子 它到处都是疑点 如果真实冤案 那百姓的利益 就会受到侵害 你明不明白 大人哪 可是这加班 它不是普通的加班 这加班没有加班费 如果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话 百姓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明明不明白 我是这个意思吗 大人 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 假设这里有一辆马车 巡视在一辆分岔路口 一边拴着一个百姓 什么 的利益 另外一边拴着五个百姓的利益 一二三四五 还有一边 拴着我想要下班 自由生活的快乐 你要怎么选 这两个是有点难选 但是你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选啊 这就是现状啊 这很难抉择吧 是要去洗刷无辜者的冤屈 牺牲自己加班的妈咪 当然是洗刷无辜者的冤屈啊 那派对呢 那 crazy派对不就往死了吗 你跟我就亏什么趴什么 好好好 看来大人是不喜欢crazy派对了 这跟派对有什么关系 您应该加班破案呐 可是我也不喜欢加班破案呐 我明白了 不是每一个锦衣卫都喜欢破案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大人 那个这样吧 你别让我加班了 我也不去派对了 我去剧本杀总行了吧 悬疑推理剧本杀总行了吧 你等会儿 你有时间去玩剧本杀 那你就不能破个案吧给我 可是我下班了呀 不是 不行我站这边说你 我站这边啊 不是 这两件事儿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您得说说 这个上班时间我破案呀 这是我的工作 这下班时间我破案呐 我是去花钱的 那是我消费 听我说一句啊 如果让您不花钱破一回案 这不更好吗 那不成 不花钱免费的背后 那都是诈骗的 你这想诈骗我 谁 你是个骗子 不是 我是骗子 哦 说了半天我成骗子了是吧 我知道了 你不会根本就不是东厂长班吧 我我就没见过这当官的这么爱加班的 我知道了 你是大人饶命的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这个班你是家是不家 大人 我 不家 我说你你你干活站站 我这儿有一个至尊悬疑推理剧本沙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哎 看来你不仅是东厂长班啊 你还是东厂DM 开本 不忙 先交钱 五十两也算你消费了啊 不愧是东厂DM 严谨 好 听着啊 听着啊 三点前 午夜子时 在后巷里 丞相之子刘磊被人一箭封 还有音效 不愧是至尊就不傻了 随后 太守之子李牧 也被人用顿器 引以激毙力 诶 这本我怎么好像在哪儿玩过呀 诶 才听出来 这不就是咱那案子吗 哈哈哈哈 严勒 打劫 哈哈哈哈 他 他俩什么时候搞的 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刚听你剧本杀的吗 对 你谁呀 打劫 跑衙门里打劫 你是不是有病啊 哼 走错了 对不起 你给我回 一句走错了 解释不通吧 哼哼 果然啊 走错了这么敷衍的理由 还是骗不过你们 那我就摊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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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案子的杀人凶手 不是别人 就是我 听说你们掌握了很多疑点和线索要缉拿我归案 与其被你们抓住 不如我先杀了你们灭口 哎 这你搞错了啊 我现在下班了 不抓你 明天早上九点准是缉拿你归案 嗯 是这么个情况 不是不是我说 不是哥们 你这理由比我还敷衍 那我先杀你 你给我站 追我去 上去 别抬手 抬手 抬手 来来来来 配合我一下啊 干啥呀 你这是用脖子指着我的刀啊 你哪那么多废话 看我啊 你 作为一个锦衣卫 现在 有一个无辜的百姓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你加不加班 哎 哎 哎 那哥们你平时早上几点上班 晚上几点下班 我这个工作性质不一样 所以我基本上不是上夜班 我一般是晚上五点上班 早上九点下班 这不巧了吗 嗯 我是上白班 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我抓不着你 哎呀 那你就加个班啊 你让我捋捋啊 我要是加班的话 我就是一名锦衣卫 嗯 你打算杀我灭口 然后你还用我同事的生命来威胁我 对呀 但是我要是不加班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啊 你就不用杀我灭口了呀 嗯 你嗡得挺痛快你 不好意思了大人 我现在 不加班 那我就不是一个执法者 而且我还有可能是一个持刀的街匪 不是 你这是要干嘛呀 我蒙圈了吧 他 你看我干啥 我一直蒙圈呢 不是 大人 如果你现在加班的话 你就是一个执法者 那我们两个匪徒就要击杀你 但如果你不加班的话 你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百姓 那我们就会放过你 哎 哎呀我去你给我放下 你把这给我试试 你说谁其貌不扬呢 你说谁其貌不扬呢你 啊 不是 哎哎哎二位也没必用啊 可我觉得 这其貌没让你说话 不是你作为一个锦衣卫 你居然不想加班 然后拿刀跟我拔刀相向 你什么意思你 兄弟 你又走开 我现在就是谁让我加班 我就看死下 你跟我说别的没有用知道吗 你今天就等给我加班 你讲的就是我不加班 你必须再马上我加班 你别吵你了 我问你一句话啊 加班真私人呢 你就加班 你怎么挂死你能怎么着 你不想加班 你就是不加班 你要不加班加 你就怎么办 黄的我怎么交代 你我不管 我明天再加班 那也不行 你明天倒假了 这一晚时间就翻过来 你真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这么多 我这就是不过来 我是不是要我 我那就是不过来 我那是不过来 感谢观看